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一无所获 而另一个人只在一个地方不断深挖 最终如愿以偿 挖到了宝石 现实生活也是一样 与其花精力去做很多事 不如把精力集中在一个点上 专心做好一件事 作家陈忠实曾凭借一本《白鹿园》 奠定了在文坛的不朽地位 可他为了写好这本京式作品 足足花了六年的时间 创作之前 陈忠实用了两年 走遍了西安周边的县城 查阅了上百卷文献和县制 随后陈忠实辞去了省作协职务 回老家潜心创作 有人问陈忠实 你在白鹿园生活了几十年 写东西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吗 陈忠实回答 写东西就像蒸馒头 必须有氛围 才能把馒头蒸好 写作期间 陈忠实就一直生活在 条件艰苦的乡下 没有信号 隔绝喧嚣 遇到其他的稿件邀约 他也一概拒绝 在老屋里 陈忠实静心沉淀 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都付诸彼端 写成一个个荡气回肠的故事 最终白鹿园横空出世 战获了矛盾文学奖 也让陈忠实获得了 当代曹雪芹的美誉 听过一句话 越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 想要出结果 花费的时间就越长 纯公往往只青睐于 那些足够专注的人 哈佛大学曾对毕业生 做过长达25年的跟踪调查 结果发现 朝着一个方向不懈努力的人 几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 而那些目标模糊 经常转换方向的人 往往生活处处碰壁 经常怨天尤人 世上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有的专业技能 背后都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 所有的辉煌成就 背后都是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恒心 正所谓专心则达 专业则精 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认准一个领域 脚踏实地的深耕 而那些做事三心二意 希望样样占尽风头的人 往往没有拿得出手的技能 最后庸庸碌碌 一事无成 磨练自己 塔勒不曾在反脆弱中提出过两种人生状态 一种人遇到不如意的事 就变得像玻璃球 一旦掉到地上就会摔碎 而另一种人则会像橡胶球 掉在地上不仅不会坏 反而会弹得更高 漫长的一生中 我们每个人 都会遇到各自的烦难 有些人被压力逼得节节败退 只会抱怨 不思改变 有些人把生活的锤打 化成了一辆 终将百炼成钢 脆火重生 最近的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上 有一个半身少年 吸引了全球人的眼光 他虽然没有双腿 但他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 他就是加尼姆·阿尔·穆夫塔 今年的世界杯大使之一 穆夫塔出生时就患有罕见怪病 他没有下半身 被人们视为怪胎 可穆夫塔没有向命运低头 在父母的鼓励下 他勇敢参与各种运动项目 由于身体缺陷 穆夫塔无论做什么 都比正常人难上千倍万倍 他在绿荫场上摔到过无数次 也因为磕磕绊绊 在手上留下了伤痕 哪怕最简单的下台阶 都会让他感到疼痛 但穆夫塔从不轻然放弃 每当坚持不下去 他就对自己说 没有什么 是不可能的 经过数十年的训练 穆夫塔终于可以用身体 仅有的部分 完成滇球 潜水 滑板等高难度动作 他甚至依靠双手 登上了海湾地区最高的山峰 沙姆斯峰 如今的穆夫塔 已经在社交媒体上 吸引了超过三百万的粉丝 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卡塔尔著名的 慈善企业家 想起泰戈尔说的 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魔力 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 才能弹出世间的绝项 苦难也许会把人逼到绝境 但也能激发潜能 创造不凡的奇迹 一如被泥土掩盖的种子 冲破土壤 才能获得新生 一个人也只有通过生活的 重重试炼 才能感受到阳光与清风 正所谓越是艰难处 越是修行时 身处人生低谷 奋力向上 烛光而行 你终将超越苦难 让生命熠熠生辉 成全自己 少有人走的路里 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 什么是使命 一个人的使命 有可能是他所从事的工作 也可能不是 使命应该是人听见了 内心的召唤后 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因为虚荣 或者其他原因去做它 深以为是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总是随波逐流 跟随别人的脚印行走 殊不知 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 在不适合自己的领域四刻 就如同井中求火 远目求鱼 努力再多 也不可能做出成绩 入播剧《我们这十年》里 一文艳跳舞一柔见美 她好不容易被选上 大型舞剧的替补 却被要求像主演一样 做爆发力极强的舞蹈动作 可是一文艳个子不高 四肢不长 肌肉力度也不够强 她跟着主演 练了很长时间 都跳不成那个高难度的动作 演出时间将近 教练对一文艳下了死命令 要求她一定要练会 可一文艳怎么努力 都达不到教练的标准 焦虑得要崩溃 这时室友提醒她 你虽然没有主演的爆发力 但是你柔韧性更好 跳不出她的节奏 但是你更顺滑 美的标准不是只有一种 好的标准也不是只有一个 你模仿她 就等于养你自己的短 比你自己的长 所以不要去追逐别人的节奏 用自己的心理节奏去跳 就行了 室友的话让一文艳如梦方醒 她放下了要跳高难度动作的执念 对舞剧稍作创新 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 凭借经验的表现 一文艳很快就登上了大舞台 面对编导的夸赞 一文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做不成别人 我只能做我自己 是啊 每个人都是截然不同的个体 与其亦不欲趋度过一生 不如从心而往 把内心的潜能 发挥到极致 你我适合的领域不同 天生就有不一样的使命 坚持该坚持的 争取能争取的 方能成全自己 取得令人艳羡的成就 一如罗曼罗兰说的 每个人都有她隐藏的精华 和任何别人的精华不同 她使人具有自己的气味 走在通往自己的征途上 想要的未来 自会奔赴而来 于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写道 人生的路要靠自己 一步一步去走 真正能保护你的 是你自己的选择 人生海海 我们就是自己最大的贵人 不断精进能力 砥砺前行 方能在一次次破局中 得到升华 专注适合的领域 精更细作 增加不可替代性 直面人生的困境 风雨兼程 打磨强大的心性 坚持自己的道路 勇敢追求 收获幸福和圆满 在时代的浪潮下 我们或许只是小人物 但并不妨碍 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 开出花来 点亮再看 愿我们都能 尽最大的努力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心怀热爱 奔赴山海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儿了 祝各位 美丸好梦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